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继位的不是田武 而是田延 还要等到十年之后 田武弑军篡位才成为七国国君 田氏家族刚刚完成了窃国大业 这么快就发生了家族内部的权力火拼 田武不但杀了田延 还把田延的儿子 还只是个小孩子的田喜也一道杀了 斩草除根 继位成为齐桓公 这位齐桓公继位之后到底做了什么 史料并没有给我们任何的线索 但从常理上看 凡是用血腥手段政变上台的统治者 总要用到非常手段来稳定内政 也就是说总会有一个暗流汹涌的磨合器 过得来就能站门脚跟 过不来就会迅速倒台 那些旧势力的残余 通常的做法都是流亡国外 外国君主也乐于浑水摸鱼 打着维护国际和平的旗号 攻城掠地 渐渐填意 所以燕鲁魏联手讨伐齐国 很可能就是出于以上的这些原因 从地理关系上看 燕国和鲁国对齐国形成南北夹击 魏国从西边进攻 东边之所以没人打过来 因为那是大海 面对三面夹击 齐国确实不好应付 齐桓公竟然应付了下来 虽然在地盘上吃了亏 但这一点都不重要 自己的政权毕竟保住了 这也是国际关系当中的一个常态 对于刚刚篡位的国君来说 保住政权是唯一重要的事情 至于什么 丧权辱国了 割地赔款了 都不太有所谓 这就像是一个强盗 抢了一笔巨款 胡乱散出去一些 又有何妨 只要主体部分能保住 自己还能安心享用 这就够了 展国列强都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谁家遭遇政变的时候 别家都想去打打秋风 齐桓公篡位在公元前375年 按照规矩第二年才会改元 也就是说公元前374年 才是齐桓公元年 再下一年才是 燕鲁卫联手讨伐齐国的周列王三年 齐桓公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 基本算把局面稳了下来 时隔多年 今天已经没有人在意 齐桓公是不是得位不正 还杀过小孩子了 在意的只是他留给中国的一项文化遗产 记下学功 从行政级别上来说 他在当时是国家级的学术中心 从文化意义上说 他在当时是世界级的学术中心 正是因为有了齐桓公 创下基下学功 这才有了后来的百家争鸣 这是后话 现在先不细谈 现在要谈的是澄清一个细节 说起齐桓公 你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春秋时代的 五霸之一的齐桓公 他任用管仲为相 奉行尊王攘仪的基本国策 义无反顾的充当国籍警察 满世界的维护和平 实至名归的被诸侯当成了老大哥 那位齐桓公是春秋时代的齐桓公 在他死后大约三百年 才是创建基下学功的这位齐桓公 前一代齐桓公姓江 名家小白 后一位齐桓公姓田明武 还有一个细节需要留意 两位齐桓公之所以称公 这并不是五等爵意义上的公爵 不管国君在五等爵里到底是什么爵位 国内的人都会用公来尊称他 齐国是五等爵里的侯爵国 所以在国际活动里 齐国的国君会被称为齐侯 这才是五等爵里的规范称谓 当你读这段历史的时候 总会发现同一个人在这里称公 那里称侯 或者这里称公 那里称伯 原因就是内外有别 用的并不是同一套称谓系统 转过年来 周列王四年赐质通鉴有两条记载 第一 赵国攻打魏国 这个是魏生的魏 夺取了73座城镇 第二 魏国 这回是魏武侯的魏国 在北历打败了赵国 第二件事可以不提 但第一件事 值得稍微探究一下 赵国攻打魏国 这属于以大欺小 以强凌弱 赵国国君赵成侯 刚刚即位三年 看来很有朝气和野心 一举夺取魏国的73座城镇 但问题是 魏国总共也没有那么大 所谓73座城镇 原本是都比73 大体上说 都的意思是大城市 比的意思是郊区和农村 这两个字的原始含义 在今天还有痕迹 比如我们说的首都 顾名思义 就是排在首位的大城市 一个人在自签的时候 自称比人 顾名思义 说自己只是一个 在比生活的人 像把老而已 皆是短浅 在都比结构里 城外有郊区 郊外有农村 和今天的差不太多 当时的魏国 远没有都比73的规模 所以这条记载 肯定有错 错误 从何而来呢 还是从史记来的 前面讲过 史记里的错误很多 资质通鉴 又经常照抄史记 所以会把史记的错误 一倒抄过来 不过这一次 有点不同 史记的错误 应该不是司马迁写错了 而是史记在抄写流传的过程里 抄错了 史记的不同版本里 在这一条的内容上 有的说赵成侯打的是魏国 也有的说赵成侯打的是正国 有的说都比73 有的说相义73 到底哪个队呢 最靠谱 最合理的 应该是赵成侯 从魏国那里夺取了相义73 也就是说 占领的只是73个乡镇而已 那为什么可以断言 赵国打的是魏国 而不是正国呢 原因很简单 只要你稍微细心呢 就应该还记得 正国在三年前 就被韩国灭掉了 这时候已经不存在了 接下来 请你继续回顾一下 前面的内容 当初齐景公 突然变得很能打 是因为任用了司马壤居 魏文侯很能打 是因为任用了吴启 后来楚道王很能打 也是因为任用了吴启 那么赵成侯这么能打 是不是手下 也有什么高人呢 真的有 但很遗憾 资质通见没有交代 这位高人叫做大成武 他才被任命为赵国总理 就对魏国发动了侵略战争 抢来啊 好大一片地盘 这里呢 有一个细节需要留意 大成武的职位是相 大体上就是我们熟悉的 丞相宰相的意思 相当于今天的国家总理 前面讲过 文职和武职原本是一体的 贵族必须文武兼修 后来随着竞争的加剧 还对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 而什么才能保障效率呢 亚当斯密的国父论 在一开篇 就用生产缝一针的流水线作业 生动的给我们展现出来 分工越细 效率越高 所以在战国时代 文职和武职必然会同源而殊途 专业壁垒越来越高 同样在赵国 后来连婆和令相如的将相和 连婆是将 不管民政 令相如是相 不管军政 而在赵成侯的时代 大成武的表现 仍然有着传统味道 既能治民 也能治兵 出则为将 入则为相 国家总理啊 也能带兵打仗 你也许会想 大成武 新官上任三把火 为了国家利益 不惜清零一线 但你还应该想到的是 在那个血统 逐渐被能力压倒的时代 高官后禄 会变得很不牢靠 理工的时候 可以升官发财 犯错的时候呢 马上就被剥夺一切 所以 越是那种背景单薄的人啊 就越是有动力 来巩固自己的高官后禄 为此啊 可以完全不惜 诸侯国的国家利益 大成武 先后为赵成侯 赵素侯两代赵国国军 担任总理 很有巩固权力的一套手腕 战国策里呢 有他的一句精辟观点 当时他到韩国访问 对韩国总理 深不害这样说道 您可以拿韩国 给我做后盾 巩固我在赵国的地位 我呢 也相应的拿赵国 给您做后盾 巩固您在韩国的地位 这样一来 您相当于握有两个韩国 我呢 则相当于握有两个赵国 战国时代 即便是国家总理 三军统帅 个人利益 未必总和诸侯国的国家利益 相一致 这才是弱国和强国之间的 外交成为可能 这类事情在战国时代 屡见不鲜 而今天很多人呢 之所以会迷信 弱国无外交这句名言 是因为我们天然的心理模式 总会把一个 无论多么庞大复杂的组织 当成一个独立个体 或者说 当成一个人来看待 针对这类问题 佛学对空的思维训练 会显得特别有益 可以帮助我们 破除由集合名词 制造出来的各种幻象 周列王四年的事情 到此结束 下一项 我们进入周列王五年 从一个叫做鲁阳的地方 隐身一下 看看墨家的一段传奇 期字幕志愿者 杨栋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启华 逢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